宣傳在東南部反攻 已經取得了小幅的進展 而且正在尋找突破 俄羅斯軍隊防線的地點 相關的推進狀況 以及相關安排 交給記者韋佳琪 帶我們來找我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高舉反攻的大旗 不過現在烏克蘭軍隊的 反攻進度是如何呢 他們宣傳已經有小幅度的進展 但是還在探索 俄羅斯軍隊的弱點 烏克蘭的國防部副部長就說了 由西方他們來培訓的烏克蘭軍 他們已經收復了 七個村莊跟定居點 而且最深已經推進了6.4公里 控制了90平方公里的領土 而現在有分析師就認為了 烏軍他們現在才多投反攻 並不是一次大規模的 可能是因為要試探性的攻擊 那麼把大量的進攻部隊 當成預備隊 一旦發現了俄羅斯軍隊的弱點 恐怕就會大舉進攻了 不過烏克蘭的軍隊 現在軍損到底多少呢 尤其是俄羅斯總統普欣 不是一直唱隨他們嗎 他們是沒有公布 不過進攻俄軍的戰壕 碉堡雷區跟砲台 已經造成他們不小的損失了 CNN就報導了 他們說他們已經 責損了16輛美元的M2戰車 看來對烏軍而言 也是損失了不少 俄羅斯總統普欣 在俄羅斯日發表講話的時候 坦承了 俄羅斯的軍方正在經歷一個 相當困難的時期 但是普欣也再度強調 這會使他們更加團結 再把時間繼續交給家綺 烏克蘭戰戰開打 已經超過15個月的時間了 儘管現在烏克蘭軍隊 喊出要大反攻 但烏軍目前的近況 是已經收復了7個村莊 俄羅斯總統普欣 卻認為他們處在的是 艱難的時刻 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俄烏現在 都在激烈交戰當中 雙方都希望能夠 趕快完結這個戰事 不過雙方努力再往前推進 烏克蘭軍隊就講到了 他們在巴赫姆特附近 已經取得了小幅的進展 他們往前推進了 大約是250到700公尺 那麼這個雖然 看起來好像不太大的距離 但是其實已經很努力了 至於俄羅斯總統普欣 則是強調 現在俄羅斯正在經歷 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 但是沒有關係 讓他們更加團結 並成為特別軍事行動 參與者的可靠支持 那麼當然 最近俄羅斯軍隊的狀況 也不斷甚至有 叛軍出逃 那麼現在能不能繼續 拿下戰事的勝利 恐怕也是考驗著 普清的威信 現在二戰區 盧干斯克又發生多起的爆炸案 疑似烏克蘭新的反攻行動 持續在推進當中 而剛剛提到的 俄羅斯的國慶 但是這個戰況 真的是讓普清 臉上無光了 俄軍也持續的重判清雷 磅礡的音樂 再配上壯闊的自然景色 俄羅斯國慶日影片 要對外展現在這方水土滋養下 俄羅斯底靈人節 俄羅斯612國慶日 官媒冒足了鏡 拍片宣傳 尤其正逢烏俄戰爭期間 俄國大兵無疑是影片的主角 前線士兵還拿榴彈炮當禮炮 俄羅斯總統普清 在國慶演講上 也號召全民團結 這國慶祭 証明了很多世紀的歷史 今天在美國的時代 他們更加強 更加強 共同我們的社會 面對烏克蘭強勢反攻 奪回七個村莊 苦心加強鼓吹愛國情操 他也特地在國慶日這天 前往醫院探視傷兵 頒發獎牌 現在傳出俄軍為了阻擋烏克蘭反攻 又在炸波羅熱炸毀另一座小水壩 俄國官媒則公布 由學生志工到赫爾松淹水災區 協助撤離民眾和運送物資的畫面 但有當地民眾出來打臉 說當時撤離時 不小心遺失俄羅斯護照 結果遭到俄軍追殺 究竟是誰炸壞俄羅斯大壩 目前還無人得知 前線俄軍傷亡情況 外界依舊物理看花 一位叛逃到立陶宛的 俄國反戰飛行員 罕見接受BBC專訪 提報更多俄軍士氣滴落的案例 他因為反戰 開戰初期就申請退役 結果失敗 還表示儘管軍中立場可能不相同 但大家一致確信 前線進展根本不順利 還有他們入伍後 領到的薪水 其實只有政府公布數字的一半 正規軍都存有異心 更不用說外包的瓦格納用兵團 俄羅斯國防部只好找車臣特種部隊簽約 博會議員也喊話領袖普利格金 說愛國就不要脫鉤 我相信這個合約 也許所有合約 各國的優勢組織 都很幸運 因為這是同樣的性格 至於烏克蘭和北越國家 關係越來越緊密 荷蘭國防部長表示 最快今年夏天就能開始訓練 烏克蘭飛行員駕駛美國F-16戰機 荷蘭正準備改用F-35戰機 目前有24架F-16戰機 逐步轉換後就能把F-16送給烏克蘭 其他北越國家包括美國與意大利 以及法國與波蘭都重申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波蘭總統杜達還喊話 希望北越盟友在7月峰會上 為烏克蘭加入北越 打開一條光明大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雙方持續僵持 那烏克蘭方面要反攻進行 後援補給都得要備足了 反攻計畫當中 除了作戰型的軍備之外 支援型的軍備 同樣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這些軍備真的都已經陸續到位了嗎 相關消息請教佳琪 烏克蘭高舉反攻的大旗 那麼現在俄軍當然也頑強的抵抗 對於烏克蘭來說有不少的戰損 所以現在這支援的軍備 就成了反攻行動的背後最重要靠山 但是現在CNN的軍事分析家 他就認為了布萊德雷步兵戰車 需要的是聯合支援 再加上西方的F16 到現在軍援都還沒有到位 對於烏克蘭的情勢來講 相對是比較緊張的 不過英國的前陸軍 他是這樣分析的 如果你以前線的面積 和作戰的強度來看 現在折損的15%的戰車 其實不是什麼壞事 雖然這個數字看起來有點驚人 但是你沒有看到毀滅性的損失 而且人員都已經安全的離開脫逃 所以對於這整個戰爭 看起來並不太像是一件壞的事 但現在他們當然就需要後勤支援了 那麼就需要裝甲救濟車 包括了支援戰車 飛彈發射車 還有步兵戰車 德國的救濟車 能夠收回受損的鮑二 英國的挑戰者裝甲收護車 則是可以行動維修 美國的軍事專家就分析了 其實後勤的功能 還有幾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它就是第一個 它要打出這整個戰爭的節奏 還要拉出作戰的距離 以及持續的時間 就是後勤裡面 他們最重要 續續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不妨掃一下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國際戰爭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